老黑做梦也没有想到 龟缩在地下800米深的国安局总部 居然能这么轻易被敌人发现 这群人一进来就大开杀戒 打得老黑措手不及 他们放出一种先进的热感无人机 很快就锁定了老黑所在的房间 老黑只能带着手下殊死抵抗 怎奈敌人火力异常凶猛 仅一个照面小弟就全部领了河帆 老黑躲进指挥中心关闭了钢门 谁知无人机也跟了进来 老黑本就憋了一肚子气 对着无人机就是一枪罢了 然而躲在钢门里也并不安全 敌人的榴弹枪就想开塞路 轻而易举将钢门炸穿 工作人员瞬间被炸得人养马翻 面对如此强大的降维打击 老黑只能抱一句粗口 随后乘坐私人电梯落荒而逃